快来啦快去敲烦了快醒啦 快来啦快去敲烦了快去敲烦了 快大姐快一起来来到新敲烦世界 在这个世界里面有许多的快乐 一起有新敲烦的飘落就像快乐天使 多少美好 狂乱时光 金的七乔版 在七乔版 开玩笑 七乔版 在这里与绘本为伴 尽情游戏体验 分享阅读的快乐 在这里唱古老童谣 体味同心同趣 遇见温暖和美好 在这里和自然对话 穿梭时空旅行 发现世界的奇妙 品味中国文化 感受中国之美 领悟中国智慧 用优秀绘本 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国原创 陪伴美好童年 中国最美故事会 七乔版特别奉献 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 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鹿姐姐 用优秀绘本 讲好中国故事 用中国原创 陪伴美好童年 这里是七乔版特别节目 中国最美故事会 欢迎大家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星球上 人与自然 与世间万物和谐共处 这就使我们从一与出生 就不由自主地想要拥抱这个世界 认识自然 认识生命 是一个永恒的主题 今天呢 就让我们打开绘本 共同来看一看绘本当中 是如何展现自然和生命的魅力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绿色生命 这个绘本的故事叫做《再喊霸的树》 《再喊》是盟语当中美丽的意思 这个绘本讲述的就是在大漠深处 如何来防杀种树的故事 下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一位小朋友 和他的家人根据这个绘本 进行的绘本演绎 三喊霸的林场有很多很多树 落叶松 张子松 白话 云山 春天 还有点冷的时候 林场的枝条就迫不及待地 绽放出一簇簇的心绿 小鸟和我也会迫不及待地 在林子里钻来钻去 找刚刚开放的小花 找还没有落尽的干果 夏天 各种深深浅浅的绿 挤挤挨挨的 像大海里的波浪 我钻进去你绝对找不到 就像我把头痒得酸痛 也找不到那些躲在树叶中唱歌的鸟儿 秋天 漫山遍野 都是绚烂的红 黄 绿 让人只想把这些颜色 收到彩笔盒里 好留到冬天的时候 再把它画出来 我觉得我们的塞寒坝 一定是世界上最美的地方 因为我去草坡 找蒙古族的七七格 看小羊的时候 他曾经跟我说过 塞寒在盟浴里 就是美丽的意思 可爷爷说 他来塞寒坝的时候 这里一点也不美 到处是一片荒原 没有绿 只有漫天的黄沙 和从年头刮到年尾的大风 说这话的时候 爷爷就坐在红松蛙松树旁边 他让我看松树爷爷斑驳的树皮 被雷电击伤的黑色印痕 还有那根紧挨主干的粗壮的侧枝 他说松树爷爷已经五百多岁了 经历过坝上最干旱的日子 最大的风雪和冰雹 看着塞寒坝从森林变成荒漠 又从荒漠变成森林 别看这些树现在长得又高又壮 当年它们可是娇弱的小苗苗 为了把它们种好养好 爷爷奶奶们真是费尽了心血 那时候 爷爷奶奶们住在用树木和茅草搭的地窝子里 冬天一下雪 地窝子就变成了冰窖 但就是这样 爷爷奶奶们白天也要上山清理残墓 因为要为来年种小树苗做准备 大雪摸过膝盖 大伙背着一根大麻绳 要走六七里地才到山上 每个人的手都磨出了好多血泡 爷爷你磨出血泡了吧 爷爷很疼吧 爷爷是疼啊 不过看看这林子 所有的疼和苦都没了 爷爷叹了口气摸了摸我的头 那些爷爷奶奶很多都去世了 不过你不觉得他们就在这林子里吗 因为他们是真正的树爷爷树奶奶 还要看着我们塞喊坝变得更美呢 塞喊坝是一个地名 塞喊是盟语当中美丽的意思 只有绿洲没有沙漠的塞喊坝 真的是太美了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绘本 名字呢叫做乐园 打开这本绘本呢 真的是文如其名 太美了 每一个画面都像电影的画面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在大象的身后 虫子鸟儿 秃鹫猎狗狮子 它们分治塌来 因为呀 美丽的大自然 就是它们共同的乐园 好 大家看到 小鹿姐姐手中呢 还有一个绘本 名字叫做 十二只小狗 在草原上 狗妈妈要生小狗狗了 牵动了全家人的心 生产的过程顺利吗 狗妈妈有了多少位孩子呢 一起来看一看刘翔哲和妈妈带来的十二只小狗的故事 哈喽 哈喽 大家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给大家讲十二只小狗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故事的主人公是这只狗妈妈 这是一个发生在农场里面的故事 在一天夜晚 这个狗妈妈第一只小狗出生了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白色 紧接着第二只小狗出生了 是什么颜色 是 是黄色的 这是你看是黄色的 黄色 然后第三只小狗出生了 是什么颜色 棕色 对是棕色的 然后第四只和第五只是一起出生的 那它是什么颜色的 棕 嗯 有点棕色 还有点灰色 第四只和第五只也出生了 诶 再紧接着第六只出生了 白 是白色 可是第六只怎么没有呼吸呀 我们来按一按 第六只怎么没有呼吸呀 噓 我们悄悄的把它带到外面吧 不然狗妈妈发现了会很伤心的好不好 这个时候天已经黑了对不对 好了 那我们带到外面之后再回来看 狗妈妈这个时候已经很累了 我们帮它擦擦汗好不好 擦汗了 嗯 要轻轻擦好不好 第七只小狗出生了 是什么颜色的 白色 第八只和第九只也出生了 是什么颜色 黑色 那第十只出生了 你来看一下是什么颜色 白色 把狗宝宝放进来 好好好 第十一只和十二只也出生了 一起查一查 狗妈妈一共什么多少个宝贝好不好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 十一 哎 这个故事叫十二只小狗 为什么只有十一只狗宝宝呀 这个小狗没有呼吸 啊 有一只小狗没有呼吸 我们悄悄地把它送到了外面 对不对 对 相信呢 很多小朋友都会非常喜欢这本十二只小狗 在看这个绘本的时候呢 我们 大吴 快点儿 来了 你说地下会有蚯蚓吗 这里太干燥了 肥沃的泥土下才会有蚯蚓 真希望我们生活在土地肥沃的地方 你说地下会有兔子洞吗 森林里才会有兔子洞 这里光秃秃的 好吧 真希望我们生活在森林里 那地下会有暗河吗 沙漠里可能会有暗河 而且只有动物知道 哎 真希望我们生活在沙漠里 哪金矿呢 深山里才会有金矿 在很远很远的地方 要是我们生活在深山里就好了 你说地下会有恐龙化石吗 恐龙化石不是哪都有的 那些特殊的地方才会有 要是我们生活在那里该多好啊 出了山不真好 可惜这儿什么也没有 什么也没有 太阳快下山了 要回去了 走吧 自然的美呢 可以说无处不在 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乡村 无论你是看一朵花 如何绽放 或者一只小蚂蚁 怎样搬家 都可以从中体会到 自然为我们带来的乐趣 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请来了一位老师和一位同学 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他们和自然的故事 欢迎老师和小刘同学 跟我们分享一下 带来的作品是什么好不好 特别漂亮 好吗 来小刘 这幅画的名字叫春天 为什么要画这头大象呢 因为大象寓意着万象更新 新的一年的开始 外面的这两种花 叫迎春花和桃花 它们是春天的象 对 春天的使者 迎春花一开 我们就知道春天来了 对吧 太漂亮了 胡老师 您手里面的 也是孩子们的作品是吗 给我们展示一下 这是去年画史的学生 我们带着到北京的延庆 到郊区去 孩子们到大自然里面去 他们自己寻找自己喜欢的叶子 果子 这个秋天这种丰富的 这个大自然的馈赠 所以呢 我们每个同学的画面效果 都特别的不一样 对 这是当时在村子里 看见农民在收老玉米 我们这个小作者 是个小姑娘 专门从这个拉玉米的车上 找了一个很有特点的老玉米 但是画出来别具风味 我觉得可能别的地方 或者我们在菜市场里 都找不到这样 有个性的玉米 然后像这些呢 可能你们看到 一开始都猜不出什么东西 画的都已经是破败的 腐败的 像这样的小叶子 但是这些东西的这种弯曲 这种灰灰的颜色 都是独特的美感 我觉得小朋友能够从这些 我们看上去不漆耳的东西里面 甚至是可能掉到垃圾堆里 都不被注意的东西里发现美 就是说明他们对生活观察的 这种细致入微的程度了 那听了胡老师的介绍呢 我们就明白这个 在孩子绘画当中写生 真正的走向大自然 是非常重要的 是不是 你看我们那个花美吗 远远的就感觉到的假花了 是吗 你说说你有什么感受 就是如果它是真的花的话 你可以闻到它 或者摸到它 这样你画的可能会更加的 就是更接近鲜火 更好 从这个小刘同学的这个状态当中 和他表达当中 我们都真正的感受到 孩子们当他们这个拿起画笔的时候呢 同时他们还要迈开脚步 真正的走到大自然当中 这样呢 他们笔下的这些植物和动物呢 才能更鲜活 更有生命力 所以怎样去了解大自然 最好的方式就是走进大自然 好 今天呢我们也为这个刘奇畅 准备了我们七桥版 中国最美故事会的小奖杯 谢谢 就是一颗闪亮的心 同时回去呢 也跟这个画室的小伙伴们 共同来分享好不好 好 所有呢在我们节目当中 为大家展示的这些优秀作品的作者 都会获得我们同样的小奖杯 在这里呢还要送给刘奇畅 和你周围的好朋友呢 我们几个非常好看的绘本 都是我们精心选择的 像这个妖怪山 一看这个图画 是不是就觉得特别有吸引力 对不对 好 希望呢能够有更多的孩子 因为阅读绘本 而爱上我们周围 神奇美好的大自然 因为走进大自然呢 也能够创作出 更多更好的绘画作品 谢谢大家 秋天的北京是最美的时间 老师组织我们去森林公园 七星谈命 还给我们布置了一个 神秘的任务 快让我们去看看 发生了什么吧 这个十一小长假 我坐车去了 位于原庆的 归和森林公园 在路上可以看到 被风拂过的柳树 暖暖的阳光 洒在身上 我们在归和森林公园里骑行 感受着风的热情 景色优美 后来我们骑到小车子 去了春子 采摘了许多秋天的故事 我和老师在树林里 收集到了很多的花花草草 知道吗 我和爸爸还找到了 三个蜗牛壳和一个小蜡蜡 软绵绵的云朵 飘在空中 像棉花糖一样 我还采摘到了许多 我没见过的 不认识的植物 是太奇妙了 走在最绿色的草地上 光穿过零尖 找出一道神奇的光 采摘各种的生物 装满整个秋天 希望大家支持我们的原创作品 如果喜欢的话 就在咱们点赞哟 因为我们超级棒 大鱼 天蓝蓝 海蓝蓝 大鱼驮我过海湾 云腾腾 浪腾腾 大鱼远去海无声 宝宝读得真好 那妈妈想问一下 这是一个快乐的故事 还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呢 我想应该是个悲伤的故事吧 是啊 大鱼似乎离开我们 再也不愿意回来了呢 难道大海不再安全了吗 是的 事实上 不单单是大鱼 很多动物 现在都不再安全了 狮子 被捕猎者捕猎 狮子看起来很凶 但它只是为了自己的宝宝 是的呢 它只是 一个动物 并没有那么多的力量 去保护自己 同时呢 蹄虎呢 也在面临水污染 它的羽毛都弄脏了 是的 羽毛弄脏了以后 它还有办法飞起来吗 飞不起来 嗯 星星呢 现在它们居住的地方 越来越小 而在大海里面 海龟正在被海洋垃圾包围着 有些乌龟的柱子里啊 全是波仪 渣渣和塑料袋 是的 在陆地上 驯鹿也在逐渐失去领地 就连 居然连 森林里的大老虎 它们呢 也在匮乏食物 我们有什么方法 能让这些动物回来呢 当然 只要我们 爱护环境 就可以让它们回来了吗 当然 你看 大鱼 回来了 哎呦 小鱼 咕咚 改编自民间故事 下来编完 陈泽兴图 东方娃娃原创绘版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古东 小老鼠吓了一大跳 它跑啊跑 遇到了小兔子 挂刀 挂刀 古东来了 它们跑啊跑 遇到了小狐狸 快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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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古东来了 它们跑啊跑 遇到了小山羊 快逃 快逃 古东来了 它们跑啊跑 遇到了小肥猪 快逃 快逃 古东来了 它们跑啊跑 遇到了小帮马 快逃 快逃 古东来了 大家一起快逃啊 古东来了 古东来了 古东是谁 比我大熊还厉害吗 我倒要去瞧一瞧 古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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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大家来到最美故事会 在我们这个板块当中呢 我们会邀请 绘本界的专家 作者 画家 还有阅读推广人 跟大家呢 一起聊一聊 儿童绘本创作 以及它背后的故事 和如何引导家长进行亲子阅读 今天呢 我们请到了阅读推广人 王林老师 还有呢 就是自由插画师 和平面设计师 宝一家 欢迎两位 欢迎 想问问王林老师 就像我们生命主题 这样系列的绘本呢 家长们的关注度如何呢 家长的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当中 其实我们觉得 所有的孩子的教育 无外乎处理几种关系 比如说 人与人 人与自我 人与自然 那么刚才我们您谈到的 生命主题的绘本呢 就属于 人与自然的这一类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无论是创作 还是阅读 还是阅读的教学 都比较多 那一家觉得呢 我也觉得是 就是小朋友 应该还是很喜欢 这类的内容的 就是我 首先我年龄也没有很大 然后我自己 作为小朋友的时候 我也很爱读这类的书 因为我觉得 就自然中的细节 生活就和自己的生活 是非常贴切的 所以我觉得小朋友 首先觉得这一类故事 会很熟悉 但是同时呢 就是绘本这样的故事 又是超脱小朋友们 生活中的 就是说平常的 日常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 还是非常喜爱 这类题材的 而且我认为 关于这个自然啊 包括这个绿色生命的主题 其实是一个 特别大的概念 里边的每一个 这个细小的分类 包括细小的点 都可以让我们 延展出很多 对不对 对 那我还关注到了 这个系列当中 比如说像十二只狗 这样主题的绘本呢 可能有的家长会觉得 是不是给这个年龄 比较小的孩子 读起来 会让他们有一些 这个悲伤 黯然神伤 这样的感觉 所以适合不适合孩子阅读 适合多大年龄段的孩子 读这一类的这个绘本呢 这一类的书呢 它并不是因为 它悲伤还是欢喜 所以说适合哪一个 年龄段的孩子 因为所有的生命的存在 逝去 其实都是生命本身的一部分 但我们怎么引导孩子来认识它 必须接受这样的一种现状 那么我觉得 在创作技巧上和技术上面 如果能够跟孩子 把这个故事写得好 然后呢 您看那个十二只小狗 它虽然也谈到了一些 小狗的逝去啊 死掉啊 但是它整个的色彩 还是比较明朗的 所以我觉得在于家长和孩子 分享这样的图画书的时候 你如何告诉孩子 这其实就是生命的一部分 它不可避免 那其实呢 也提到了 就是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呢 在这个阅读上是要有分类的 并且呢 对于年龄比较小的孩子来说呢 这个亲子阅读 陪伴阅读是非常重要的 让孩子独自面对 这样题材的这个作品 自己去理解呢 可能只能到孩子认知的这个深度 但如果呢 父母引导他 给他讲解的阅读 孩子就可以 另外的更开阔的一种态度 去接受这类题材的绘本 对吧 一家的妈妈 也是这个著名的这个画家 东尼老师 东尼老师也来过我们的节目 那我想知道 你走上了这条道路 是不是也是受家庭的影响呢 对 我其实受家庭有很多的影响 首先也是他给我 阅读上面有很多的影响吧 像刚才提到的十二只小狗 就我妈妈也会给我 就到现在为止 他也会给我介绍一些小朋友的绘本 就是这当然跟我现在创作有关系 但是我就是从小一点一点 就是他带我一起读绘本长大的 就是说像睡前的时候 然后他会读自己的东西 然后我就会在一旁也是读绘本 然后这个样子 对我觉得他对我的创作 到目前为止的创作生活 都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现在呢也想自己呢 也为更多的孩子 创作一些这样的不同的绘本 对不对 介绍一下大鱼吧 这个作品就是 我和我妈妈 共同创作的一本绘本 它是负责文字故事内容的创作 我是来负责图像上面的创作 然后这个故事呢 讲述的就是一个出海的 一个渔村 小渔村来的一个出海的小男孩 他呢特别渴望 就是有一条大船 能够出更远的海 打更大的鱼 但是呢 一次不幸的大浪 把他的鱼都给打散了 但是呢 他打的这条小 就是被打散的一条鱼中 他们汇聚起来 然后变成了一条大鱼 然后这个大鱼呢 带他走向了更广阔的世界 告诉他 这世界上不仅只有大船 和更多的鱼 还有自然中更美的月亮 太阳和更美的世界 讲述了这样一个自然与人 的一个和谐相处的 这么一个故事 感觉这个风格 就是特别有板画的那种感觉 对 是 然后这本书 其实它创作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去到了浙江温岭 然后我们去当地采风 我们在采风的时候呢 在李农村的一个叫 陈和荣旧宅的地方呢 我们发现了有很多 当地以珍藏的板画 然后看见人们如此重视 这些板画艺术 所以我选择了 就是使用这样的方式 来回归到这个作品当中 我觉得这就是 人和自然带给艺术家的冲击 所以听这个一家讲 整个的这个创作的过程 就会理解采风和这个写声的重要性 并不是你自己根据妈妈创作的这个故事 就说那我就用这种板画风格来创作 那王老师就是在回到我们一开始的那个问题 就很多的家长都会觉得 比如说像日常认知的这样的主题 生活当中随处可见 家长就觉得很好给孩子 从绘本到生活找一个对应 但是生命自然 说大这个主题非常大 那可能说小 那也是身边的一片叶子一朵花 对吧 那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应该怎么样逐步的 让他们接触这类主题的绘本呢 那对孩子来说 不同的年龄 他在阅读这一类书的时候 我个人对妈妈们的建议是 不必太刻意 当然是有年龄的 比如说宝玉家这本书 我自己觉得你给三岁左右的小朋友读 他可能也能听懂 是一个小鱼变成大鱼的故事 是一个小船变成大船的故事 这个鱼呢 太神奇了 竟然能够像鸟一样 飞过月亮 飞过太阳 他觉得非常好玩 那么可能到小学生来读这本书的时候 他会觉得 这里边有一些哲学的意味 不是像想象的那么简单 如果到中学 当然中学小朋友来读这个书 可能性小 但是呢 他会想到读过的 庄子里边的一些典故 我觉得真正优秀的图画书呢 它是适合不同年龄段的孩子来阅读的 而且适合反复阅读的 适合反复阅读的 我觉得这一本书呢 它其实有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不同的小朋友 不同年龄的家长 不同年龄的小朋友 都能够在里边读到 他所想要的 或者自然观 哲学观 所以就是作为家长来陪伴和引导孩子阅读的时候呢 这个绘本不是那么严格的 像我们有一些玩具会写0到3岁 3到6岁 6到12岁 而是呢 能够打动你的 你觉得好的绘本呢 就可以给孩子选择 或者让孩子自己去选择他喜欢的绘本 但这绘本呢 并不是说过了这个三岁了 我们就开始换一批 而是可以这样循环起来 不同年龄的时候 你拿起来 它会有不同的感受 包括这种美术风格 你可能呢 当时看了一眼呢 也许没有留下特别深刻的印象 但过几年 当你看一个展览 或者遇到什么事情 就说 这个就像大鱼 可能那个脑海当中呢 又跳出了它的这种形象 对吧 王老师 您前面的这个老人胡呢 就是一看到这个封面呢 我也想起了 就是另一个绘本团圆 它的这个封面也非常的温情 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对 这一本书呢 也是属于最美中国系列图画书的 刚才大鱼的故事发生地呢 是在浙江 这一本的故事发生地呢 是在内蒙 同样的 宝东林老师呢 带着画家 叫余洪燕 然后也去内蒙采风 那么余洪燕呢 是一位内蒙的画家 他从小生活在内蒙 他对那个地方的大草原 对内蒙的一些故事 都了书于胸 所以他在创作的时候呢 用的是水彩 创作的也非常的精致 特别像俄基纳齐的胡洋林 对 就是俄基纳齐 那么这个故事呢 其实讲的是 住在老人湖旁边的一个老爷爷 他的儿子 他的孙子都住在城里 可是他不愿意搬迁 为什么他的爷爷 不愿意离开老人湖呢 因为他的爷爷 是土耳护特人的后代 那土耳护特人呢 是在几百年前 经过了长途跋涉 才来到了这片土地 所以说他的爷爷呢 对这片土地 非常的有感情 即使他的儿子和孙子 都请他到城里 一起去生活 但是爷爷不肯走 就希望能够像这个 胡洋树一样 深深的扎根 对吧 永远都有自己的姿态 那王老师 您看就是我们手中的 这两个绘本 其实挺有代表性的 是不是像这一类的题材 就是家长在引导的时候呢 也要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讲得更深一些呢 对 有一些图画书呢 是相对来说 比较有确切的年龄的 比如说零到三岁 适合读哪些图画书 一些认字类的呀 一些玩具类的呀 三到六岁 也可以把它找出来 这就是一个阅读的 分铃和分级的问题 但是呢 也有很多的图画书 比如说我们今天介绍的 这两本图画书 它并不一定有 非常确切的年级和年龄 不同的年龄的孩子 都可以在这本书里面 找到自己熟悉的东西 想要的东西 那么我觉得 家长和孩子 在分享自然类的绘本的时候 您刚才也介绍了 自然类的绘本 是非常的一大类 因为孩子的创作主题 无外乎就是童年 自然 亲情 等等这些内容 所以自然类的 一大类的绘本呢 妈妈 爸爸 带着孩子在读的时候 我个人的建议 第一个 还是要尽量选择 符合他的年龄的 这样的一种图画书 然后丰富一点 不管是植物的 还是动物的 还有其他小昆虫界的 等等这些 都带着孩子一起读 第二个呢 不光是要读书 还得走到自然当中去 因为我一直认为 孩子其实 天生和自然是接近的 它并不需要 大人很多的引导 你看只要把孩子 放到郊外 他们欢乐着呢 他们自己都会去观察 那个小蝌蚪啊 那个青蛙啊 昆虫啊 包括那个 爬在地上的蜗牛啊 什么的 他们都会玩得 非常的开心 说大人呢 一定要让孩子知道 自然界 它并不只是在书上 它是在真实当中的 我为什么提 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因为我发现 很多的孩子 爸爸妈妈 带着孩子 在读的时候 他可能 孩子留下的印象 都是书里边的 这个印象 对 无论是来自自然的 可是走到自然界的时候呢 他是有的时候 因为不熟悉 他会害怕 他去摸那个 摸一些动物的身体 原来是这样的 原来他们的皮 这么粗糙啊 实际得到的感觉 和在书上得到的感觉 还是完全两样的 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们 能够把书和生活 把书和自然紧密地 结合起来 相信孩子得到的 就完全不一样 对 读万卷书 还得行万里路 对吧 就像我们这个作者 在创作的过程当中 要去采风一样 孩子呢 也是应该你的实践 和你的这样的认知阅读 相结合 这样呢 才能够有一个 完整的认知的体系 好 我们也希望呢 有机会 王老师能够继续 为我们大家多介绍 几本这个系列里面呢 这样的非常有风格 有特色的这个绘本 我们引导孩子了解自然 热爱生命 其实呢 是一种正确的生命观 的建立的过程 那我们经常说呢 要爱从哪里开始 要从心开始 从爱自己 爱他人 爱家乡 爱祖国 爱我们生活的这个 星球和宇宙 才能够从小在孩子心中 种下一颗扎实的 爱的种子 感谢两位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最美故事会 谢谢 大家先来看一看 小鹿姐姐手中的 这个绘本 想快快长大的小鹿 作者徐晓旭呀 他把里面的每一只小鹿呢 都跟美丽的花和它 在生活当中 采集到的这些植物的 叶子标本 相联系起来 那在今天的 创意故事会的时间呢 我们一起去 徐晓旭老师的工作室 去看一看 看看画家的工作室 有什么不同之处 在这个充满动植物的空间中 感受自然 感受绿色 开拓想象力 艺术源于生活 孩子们的这些体验 思考和探索 未来将陪伴他们 健康快乐的成长 今天 我们的绘本作者们 将带领孩子们 制作创意叶子画 一起来发现身边的美吧 大家好 我是想快快长大的小鹿 这本书的绘画作者 我叫徐晓旭 我收集叶子 已经收集了十多年了 最喜欢的呢 就是走在大街上 公园里 然后不同的城市 不同的景色 去收藏这些叶子 回来之后夹到书里 等有时间的时候呢 再把它拿出来 细细地回想 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 然后跟哪些人在一起 有什么好玩的经历 然后把它画成一幅 比较符合当时情境的 一幅作品 有些知识 不是书本上 学到就可以的 我们说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这样的话 可以根据一个叶子 想象那个时期 我们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是不是我们要吸取很多的经验 用到将来的生活当中 这是我的叶子画的一个特点 那我们今天呢 请到几位特别可爱的小朋友 我们一起创作叶子画作品 大家好 今天我们准备带小朋友们 一起制作一幅漂亮的 精美的叶子画作品 那我们根据这本绘本里面的插图 然后还有我们已经压制好的一片叶子 还有一些彩色铅笔 胶棒 小木签 然后来制作这幅精美的叶子画 来 小朋友们看一下自己眼前有一个叶子 然后我们根据自己手上的叶子 大家想上三五秒钟 看看它像什么 想好了吗 想好了 想好了可以说 这个也像一个东西 苏花呢可以把它带到鹿角上 你制作比较花花的小鹿 也可以是让小鹿养 这个花就是一个苏花 苏花浇水 谁太阳 真棒 你已经有一个组合的故事情节在里面了 你写好了吗 就是首先我这个苏花 代表成那个太阳 然后这个树枝可以代表成一棵树 这个呢就可以代表小鹿的角 真棒 这个是三个组合了 你的呢 我要做一个像花浦一样非常漂亮的花园 然后呢有几位小鹿在闻花 还有几位大鹿在陪着小鹿 好多角色呀 跟你一样漂亮 好的 几位小朋友已经想好他们的故事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制作吧 小朋友们拿起自己手中的这个叶子 然后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 放到另外一张这个草稿纸上 然后拿起这个胶棒 用这个小木签 叶子尖尖的位置 放上一点点 在叶子的中间再弄一点点 我们保证一会儿这个叶子呀 粘到另外一张画稿上的时候 不会掉下来就可以了 胶呢不用用太多 小小的 然后粘到关键的点上就可以了 好的 我们看小朋友们已经都贴好叶子了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画吧 我们要在叶子的附近画一些角色 像你们刚才讲的故事 好的 我们几位可爱的小朋友们已经画完他们的作品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菊雅小朋友的 这幅画里面特别有创意的点呢 是他给左上角加了一个特别可爱的小蝴蝶 跟小鹿做了一个呼应 然后下面还有花 还有水 这样是一个完整的自然的一个形态 好我们看一下 又新小朋友这幅画 他的这幅画特别有创意 做的时候呢 这个叶子可能太脆了 然后这个花瓣就掉了 但是呢 他把这个花瓣的位置 又自己添上了很多太阳的光束 这样又是一个完整的图案 好我们看一下 菊雅小朋友这幅画呢 色彩特别的统一 有一个鹿妈妈 还有一个鹿孩子 他都是粉色调的 然后又呼应到了我们粉色的这个花瓣上 所以看起来特别的和谐 是一个完整统一的粉色系的画面 色彩感特别好 看一下是黄春玉小朋友的作品 画的是一个菠萝和一个胡萝卜 然后他们两个在踢足球的故事 他的这幅画呢 选择了是横的构图 那小朋友们在制作叶子画的时候 可以根据这个叶子的形态 然后随意改变这个构图都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的叶子创意画制作就完成了 今后呢我们的小朋友跟父母出去游玩的时候 不一定去买那些纪念品了 我们可以在当地捡起一片叶子 回来之后呢我们可以跟自己的父母 制作一幅精美的叶子画 珍藏起这份美好的回忆 好不好 好 好的 那我们今天的叶子创意画就结束啦 跟大家说再见吧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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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ns 你 chickens t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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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每一位参加中国最美故事会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 你们每一位都是一颗闪亮的星 让我们共同在绘本的阅读创作和表演当中 感受绘本的内涵和它的魅力所在 让我们一起讲中国故事 看中国绘本 更多精彩的节目内容 请大家下载央视频 关注七桥版栏目 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